今天 我终于鼓起勇气 向你表达我的爱 江蕙 我想和你在一起 我爱你 我为何 Gosh 乃哥 康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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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 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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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 我愿意 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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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童童 你说仔细一点 你爸爸和姜老师到底到什么程度了 仔细一点哪 就是他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了 真的吗 这下可好了 我们总算把你爸爸给拿下了 张同 张同 来来 你给我解释清楚 怎么了 怎么了 今天在咖啡厅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你安排的 有话好好说 干吗发脾气啊 是不是你安排的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自己不去解释 要我帮你解释 行 没问题 我去了 然后你又安排这么多的事情 加深了我跟张老师的误会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怎么了 怎么了 小姑娘想要个妈妈 怎么了 错了 你看她从小缺母爱 碰到一个她喜欢的 她信任的人容易吗她 你干吗跟她发脾气啊 妈 事情也不是这样子的 两个大人能在一块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觉得就当郭佳佳一样 送了花 然后抱在一块 就能在一起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 那我问你 姜老师到底哪儿不好了 姜老师没有不好 但是 不是 我跟她 你就不喜欢老师 对不对 你烦老师对不对 我对老师也没有意见 那你为什么不能 跟她在一起呢 你们 我的天啊 我说了 两个人能不能在一块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 你喜欢 您也喜欢 那有没有人考虑我喜欢什么 那我们喜欢的人 你为什么不喜欢呢 行行行行行行 我说过你们了 我 我仔细想想 你不是说她俩都抱在一起了吧 我 我 我见到她 她确实是抱一起了呀 好 我想去 你怎么会 我 她不喜欢 我 她不喜欢 我 她不喜欢 她不喜欢 我 她不喜欢 我 你 她不喜欢 我 我想去 你的事丁家都跟我说了啊 什么事 没事 挺好的 节哀顺变了呢 挺好的 好事不出门 话事传奇了 我跟你说真的啊 这种事不能勉强啊 你看你现在最需要打游戏 荒废人群 这事现在已经不是 我乐意或不乐意 就能够谨询得好吗 已经不是我能够控制你了 这就叫烧香招鬼了 我跟你说 江老师爱上你 那真是 你 你要不赶紧地想办法脱身 可就来不及了啊 小时候不能忘了 你也想办法 办法 办法有了事 你说啊 就这很简单 你先 先 先跟他 先 先勉强谈着吧 先把他稳定住 别让他出事 是吗 回头 你就把你骨子里那些个 恶心龌龊啊 不要脸这些东西就 端出来 他肯定离开你了 方方 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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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年都是我的大招 多少少女 为此望而却步 那些少女望而却步 是因为你的颜值好吗 是因为我的颜值 不行 你刚刚说的不行 他之前已经受过很多伤害了 你得想个办法 是不伤害他 还能让他觉得说 离开我是件很高兴的事情 那 那 那你就 你就现在就过去 就你现在这一脸的衰相 他看着你可能特意离开你 会特别快乐 不玩了 你不玩 你不玩 别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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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静 想五声 四 五 听 我听了 我听了 喂 江老师 你怎么还叫我江老师 叫我江慧吧 怎么了吗 那叫一声听听 我在公司开会呢 你有什么事吗 那个 我想搬出宿舍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房子 你下午有没有空陪我去看看 给我拿拿主意 好呀 我 我公司先忙 然后回头我给你打电话 好吗 怎么回事 我们昨天还找你 有什么事啊 他说要搬家 让我帮他看房子 我又这么野吗 要跟你通去啊 想跟什么呀 你倒可以 你什么 那个将近救济啊 怎么将近救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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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去 你知道吧 你就 你就闪着他 让他死等去吧 行 那我现在打电话告诉你 把发发能打电话 你不玩 你不怪我啊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手机关了呀 你笨 把手机关了 对 这么近的招呼你抢不出来 可我不打死你 打死你 等等我 等等我啊 你怎么那么晚 为那一千五百万呗 不就一千五百万 多大点事啊 天天挂嘴上 什么多大点事啊 我那养家户口大概 那是点吗 我什么时候能够开机啊 开什么机啊 手机啊 你还没开呢 没呢 快开饭那江蕙 早就给七出口了肯定 那你以后 自己也开动一下脑筋 发挥想象力是吧 事都解决没那么难 果然是大招 对 想象力啊 发挥想象力 这事情简单 张红星 我又听你还没有 来笑话 找你赞账 好 下班了 你好 拜拜 瞧我这脑子 不好意思 我下午太忙了 没回你电话 没事 我知道你忙 那个房子我自己去看了 有几套挺不错的 我拍了照片了 你帮我拿拿主意吧 好啊 看 你现在 这些家具都可以给我们 而且我觉得价格也通 挺好散的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完了 练气功了 跟你说话了 他有女朋友了 谁啊 张红星啊 你怎么知道了 我看见他们俩抱在一起了 在哪儿抱一起了 在餐厅 他女儿带我去的 就那美国妞儿 你一去就看她跟别的女的抱在一起啊 嗯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世界这么大怎么就那么巧啊 你一到那儿你就看她俩抱一块 有什么奇怪的 那她怎么会知道她妈抱在一起啊 世界这么大 怎么我就撞着了 你问我呢 我又不是当事人 我怎么知道 你干吗呀 你那么吓人啊 现在 哭什么哭啊你 我忍着 你还是别目的而在呢 吓死我了 哭哭哭你 你一天到晚你就找哭你 有本人到张鸿星面前哭起来 你这么大岁数了 你真以为你是 人见之爱 花见花开 宇宙无敌美少女啊 不过告诉你啊 你走过张鸿星这个村 你可找不回这么好的店了啊 你了吧 我是 哈 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一点长进都没有呢 一遇见事 就知道躲躲躲 藏藏藏 你能不能别这么自私啊 能不能替别人想想 你给张无星一个解释的机会 怎么了 能要你命啊 能死是吧 对 能死 我知道我毛病我就改不了 我真的爱他 我太爱他了 我真的爱他 别哭了 毛病还在呢 你疼死 我怕你背不起 我去 真是 江慧打电话给我 叫我晚上去帮他搬家 你怎么看 你怎么觉得呢 你是不是傻 我怎么能去啊 不去 再放下大哥子 你的这个头脑真的很僵化 没有我看来你真不行 这一招有时两遍的吧 大哥 再说上一回那招 好像没太灵啊 所以找你来商量我 去 为什么 上次不灵呢 就是他没有亲眼看到你的不靠谱 这次你现场活人大表演 怎么表演不靠谱 你 就是肩不能扛 手不能担 你平时那德行 好一务劳那劲 拿出来就行了 我再信你一次 下里班一块去 我不去 这么丢人现眼的事我去干什么 鲜花也有绿叶衬呢 我表演不靠谱 你就去献殷勤 这样就显得我特别不靠谱 就等我收定了啊 半舌头砸自己脚了 来了 来了 小老师 小老师 丁 丁阳爸爸您怎么是你来了 对 我这听说您搬家 我过来打把手啊 张鸿馨呢 你怎么了 我今天在办公室太累了 所以没什么力气 怎么累成这样了 快进来坐 快 还有我椅子都已经弄干净了 你先坐会儿吧 谢谢你 到底工作别那么上心 你看你累的样子 我把书整理好就行了啊 帮我一下 您去吧 不是 不是 你看你的德行 什么帮不了 你得帮人拿东西啊 那个 我帮你拿 帮你拿 不用 不用 这个是 这个 那我帮你把这挂上啊 我为你身边名利啊我 但刚才进门不错 我听江老师真的挺贤惠的 有点不落人来 像我看不过你 看不过 进去 你去吧 我很快就好啊 你坐会儿 这么多东西都是你一个人 搬上来的呀 不是 我找了搬家公司 大家就都差不多 就剩这些书和照片了 你看江老师忙了 都没时间喝杯水 我给您倒杯水啊 不用 不用 那个 那个水不干净 你用这个水 你帮我给江皇星倒点水 好 谢谢啊 他还有俩喝水 不好意思 你好好休息 坐着没事 你别管我 你去坚持演演暖男 再接上热一点就快成功了 坚持坚持 你别管这个 你就速出反差了 你就完了吧你 那你不用管我了 你就给我演好瘫 快快快 洪欣 你真的没事啊 水都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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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红欣 叮阳爸爸 差不多了吧 爸 把你累坏了 快坐坐坐会儿 钱了 钱了 辛苦了 辛苦了 你快来坐会儿吧 你这房子看着小艾 真是五脏俱全 柴米油盐酱豆茶 样样不少 以后不是得在这儿 过日子了吗 我们得做饭吃呀 你累了 赶紧来歇歇 我给你拿你喝的啊 行了啊 别演了 都收拾完了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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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理他 喂 美瑶 喂 有空吗 我们聊聊 好啊 好啊 你在哪儿 我去接你 那在咖啡厅见吧 好 好 好 那去哪儿你 你这孙子我丢了乱条命了 你还要你出去逍遥 你这傻个烂招 烂招 人都看出来 这老妖 干吗呢 怎么了 张 张老师真的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你去 你去哪儿啊 公司有急事吗 我的官员 他抱着了 你怎么找到 有人吗 有人在外头吗 门卡住了 电梯卡住了 手机呢 你喝点东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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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做那么多事情 没事 张婶 那个 也不走了 我也回去了 因为老伴等我自家吃饭 别 别 那个 那个 我本来就想请你吃饭来着 一方面你帮我整理 还有就是 我跟洪心刚 刚在一起 我有些事情想向您请教 行吗 你等会儿 你一会儿 你先把这个拿下来 我去拿钱啊 我 等我 等我 那吴鲁鲁鲁鲁鱼 有人吗 有人在吗 小姐 麻烦给我杯盛纸 好吗 好的 稍等 谢谢 好 江老师 丁阳那个最近的表现还可以吧 他反正都一直都很稳定 反正是张同 反正老师的大麻烦 你讨法遗传这事 你讨论是吗 怎么还有 我还坏了吧 怎么办啊 那 还有 楼梯在那儿 要不走楼梯吧 多少层来着 十八层 走吧 行 吃饭前断来断来啊 这些人关的 我觉得肯定是受不大了了 这些人关的我觉得肯定是受不大了了 电梯子 我看 电梯怎么了 有人被关在电梯里了 就卡在上一层 谁都背呀 就是 关了多久了 大概十五分钟了吧 你说这不作孽吗 你说 不会是张红星吧 不会不会 他不没那么帅吧 不行 这个女人 这是要死的节奏啊这是 阿姨 是有人被困在里面了吗 是 是 是 红兴 红兴 是你在里面吗 江老师 财老师 财老师电梯卡住了 你能找人来维修吗 好好好 我就打电话给吴依 你别急啊 电话已经打了 是 红兴 昨天的电梯维修停在路上了 你别着急啊 你别急啊 我的天 红维修 我天真是过急啊 是他在里面 怎么办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我没事 我的手机好像落到你家了 能帮我找一下吗 手机 他还找手机 那我去 你看着他啊 我先我先别着急啊 没事 没事啊 好 幸亏没跟你一块儿走啊 你 有 有 也不 你有 有 这 没 有 有 你哪位啊 张欧欣呢 我是她女朋友 手机在我手上 你有什么事找她 我传告她 喂 怎么挂了 还有我的嘴主 来 来 去干杯eler 大当然 现在继续都出来了 好了 看来看来 关关 没事 关好机 小梦 快点 小梦 我手机呢 我的手机 在在在 谢谢 谢谢 你喝点水 谢谢 我没事 你 你刚刚接了个电话吗 我怕有急事 怎么了 没事 谢谢你 你去哪儿 他 你去哪儿 不谢谢我啊你 dul as 词 好 鲍 没 没啊 对不起 对不起 认错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陈红兴 我告诉你 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了 不是 梅阳你听我解释 喂 喂 喂 国官 咳咳咳咳 请 你找我 家里 家里 你感觉不就关了你啊 你误会来了 我误会 我误会 你什么样我误会 我不想跟你说话 吃光不要了 吃光不要了 谢谢观看 来 来了 您怎么来了 请问一下美洋在吗 她还没回来呢 要不您进来等等 不用了 谢谢您啊 哭够了吗 哀悼完了吗 我谁也没哀悼 那你哭什么呀 我没哭 你没哭啊 那咱走吧 走哪儿 咱回家吧 喝成这样怎么回家 都是你张无星 该死的玩意儿 把我都弄糊涂了 yearly 真是 碟子 那 还要帮我 睡一会儿 cant吗 好 喂 林林老师 不好意思啊 打扰你了 江老师 怎么了 那个 洪欣他回来了吗 没有啊 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他刚才是跟我在一起 不过他有事先走了 我打他电话他也没接 所以我有点担心他 你放心吧 他老是这样 经常这样 不是 我 我是说啊 那肯定手机又出什么毛病了 声音小听不见 你放心吧 江老师 我让他赶紧给你打电话 好啊 好啊 那林老师 您早点休息 好晚 喂 妈 洪欣啊 江老师给你打电话 你干吗不接呀 那个 手机忘车里了 没听见 你真是的 赶紧给人家回一个 别让他担心 行 我知道 你也早点回家 那个 我会晚点回去 你早点睡吧 行 很多人 你别想见 我会准备 你真相应 Hua 你看 你快点 我好 你呢 我飞 Marc 我 走 美人 到家了 走啊 下雨了 你上哪儿去 祖东 这是我家 这不是我家 这是我家 你快回去吧 行吗 都几点 快快快 回家了 回家回家回家 当心点自己啊 走吧走吧 你怎么喝那么多呢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啊 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你跟我什么关系啊 你放手 混蛋王八蛋 能不能让我解释 我不要叫你解释 你就是混蛋王八蛋 对 我混蛋 我王八蛋 你都没错 你都是对的 你说我发什么我啊 我不是女朋友 去找女朋友去 找女朋友去 我不是女朋友 那你把我当什么 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 能不能不要想一出事一出 你说分手就分手 说复婚就复婚的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你有没有给过我解释的机会 我虽然不太会说话 但是我从头到尾 对你都是真心的 是我的 好 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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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师好 喂 江老师 丁阳妈妈 您怎么来了 我给丁阳送点东西 她应该在上课的吧 要不先放我办公室 那就太麻烦你了 没事 给我吧 谢谢 谢谢 江老师 方便聊聊嘛 江老师 你和洪星的事我都听说了 这男人啊是这样的 谈恋爱的时候呢 是这山望着那山沟 这日子过久了 也就没事了 说真的 我都不觉得我们在谈恋爱 倒挺像在互相敷衍 江老师 其实我今天来 就是想跟你说句实话 这个张洪星啊 就是因为听说你要自杀了 才答应和你在一起的 所以他现在的心 确实不在你这儿 自杀 谁说我要自杀 是张洪这孩子说的 他说看到你拿着一大把安眠药 要不是他们及时赶到 你就吃下去了 这熊孩子 你 那就是个误会 我还不至于为了这事自杀 对 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得跟他说清楚 江老师 甭管是不是误会 我的意思是啊 既然张洪星已经答应 和你在一起了 你就要抓住他 顺根往上爬呗 那可不行 这样的话不成骗他了 您甭管什么原因 反正他现在已经决定 跟你在一起了 你这要抓住他 把小日子过上了 你这辈子就是最幸福的了 太子心里要没有我 我怎么可能幸福呢 你就听我的 张洪星啊 就是最适合你的男人 不过你的想方设法呀 把他拿下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地儿了 他心都不在我这儿 我怎么把他拿下呀 我就简单地跟你说吧 你就是拼命地对他好 你比如说 他要是想吃大米了 你就给他熬粥 他要是想吃白面了 你就给他烙饼 他要是还想吃大米 又想吃白面 你就给他做 我刮馅的饺子 这样真能行吗 肯定行 没问题 小刘 你刚刚强盗我帮我手了一道 请说 抛牌前台有 未教江慧的女士找您 她在干什么 您需要我问她吗 不用不用 让她上来吧 好的 张总监请您去她办公室 这边上去 右手第一件就是 这件 对 谢谢啊 不客气啊 洪欣 忙着呢 你怎么来了 我闲着没事 给你做了点饭菜 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可是我不饿啊 没事 这桌子乱的 看你还不是我那些学生 没事没事 你忙你的 我来收拾就行了 不用收拾 我一会儿还得那个 老大您叫我们 我看你们做的啊 这两张图不要了 下面这个文案也要重写 你们这个研究研究研究 做得太水了 能够用十五张图做完的 为什么要用四十五张图呢 赶紧修改一下 下午西部时还要来开会 好嘞 好嘞 听见没有 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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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好的 那我们先走了 对 稍等一下 这样子吧 你们中午也别去食堂了 把这个拿去吃了 争取在聊天前 把这个事情做完 这 这 那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谢谢嫂子 谢谢老大 你们介意吧 不介意 怎么把衣服挂在这儿啊 灯罩都给弄坏了 怎么潮的呀 这怎么穿啊 这怎么穿啊 你别管了啊 一会儿就干了 你脑子还可以 老大给咱俩发福利的 什么呀 是嫂子给咱们发的福利 嫂子 哪个嫂子 老大女朋友 公里边排水工学校啊 都不是 是 这次呀换了个新的 新的又换了 你长得怎么样 比段潇潇知性 比奥里芬儿呀 更有女人味 挑大太厉害了 这么短的时间内 搞定了三个 简直是男人空调 好了 别眼馋了 快吃吧 快来吃吃吃吃 来来来来吃快吃 好香的啊 来 汤哥 快来吃 这是咱们大嫂做的 七嫂子 这是你们的 不是你们福利啊 哪个大嫂 就是老大的新女朋友 新的 八成新 新的 新的 张 张老师啊 你好 是您啊 你好 爸爸 你好 你好 西克 没有 我下午没客 就做了几个菜 给红星送过来 这红星真是幸福的人啊 别吓唬我了 我走了 没有 没有 羡慕 拜拜 慢走 慢走啊 我这周 怎么这么眼熟呢 你们今天在办公室聚餐呀 老师 齐温盛 您来了 您好 今天咱们创意不雅 发福利了 什么福利啊 这是 咱们大嫂给咱们煲的汤 味道确实不错 给您来一碗尝尝 等 等 等会儿 谁是大嫂 就是我们老大新女朋友 对啊 那不就是我们大嫂啊 对啊 您盛一碗汤尝尝 我只喝酒 不喝汤 为什么 行 我知道了 好 来 洪欣 来 快把这身衣服换上 你要去买衣服 嗯 床的衣服穿得多不舒服呀 赶紧来 快下班了 不用换 还要我动手啊 来 不不不 我换 我换 我自己来就行了 那个 要不你回避一下 你们快点吃 快点吃 这齐博士来了 咱们该工作了吧 好 好 好 那个 你们老大的新女朋友走了吗 这儿刚才还在老大办公室里呢 应该还没走吧 应该还在 嗯 那你们先坐一会儿啊 我出去一下 一会儿回来 来 慢着慢着 慢着 行了 反正衣服也买了 那我走了 好 记得换上啊 好 我来 洛杉 gan 你为什么不敲门呢 你怎么不敲门呢 你说什么 这是很 zar 好 霍俊 你也真可以 人让你换你就换是吧 我让你把这吃了你怎么不吃啊 你这这么听话的呢 我怎么知道他会冲进来啊 不然他连门都没敲 所以说你是奇葩嘛 这个奇葩那是搞心理学的 专门让人想得开的 你把他骑成这样 你牛 他是美扬的好朋友 他肯定是以为我跟江辉在一块的 所以才那么冲动 老大 你跟美扬专门气了 说什么呢 你会不会说话啊 你现在劝 你看他现在那样 你看那丑谷样 不是 我跟你说真的啊 洪江 这个 现在来看 关美扬跟你复合 真的是越来越困难了 江辉同学 不是 江辉老师 真的挺靠谱的 你好好想想 你看他就是一把那个家务的好手 你那劲 将来生孩子都没问题 不是 你说什么呢 您啊 不是 老大 你可不能破官的破帅啊 这关美扬心理肯定有你 你 你得做最后的理论 怎么叫破官的破帅 你懂什么 心里有就能成啊 你心里还有余杰呢 人家搭理你吗 不是 我说你 你哪头呢你 哪头我都不算 不是 你怎么老 老站江辉那儿啊 我站哪头都可以啊 我关键是 这些女的其实都特别好 关键跟她合不合适 她觉得幸福 我都行 我都支持 不是 你快拿倒给你 你 你闭嘴 你 你别说话 你别理她 她这是 她这是个强子草 我真也就 什么叫做生孩子啊 你怎么知道还会生孩子啊 你跟她生过啊 才想 不行 那我这饭贱了 我 我妈你还没睡啊 你喝酒了 妈呀 是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云老师说你出去喝酒了 我不放心 所以在家里等你 厨房里还有点热汤 要不要喝一碗 能解酒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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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师 我不是中学生 我是成年人了 不需要监护人 你觉得我限制你自由了 你没有 但是对 我是觉得有点不自由 我又没有说你什么 你不是要说什么 好 那你 想我怎么做 时间很晚了 你该回去了吧 我 Colleen接下来 小姐开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 你喝酒了 又不能开车 我打车送你回去 我可以自己打车 太晚了 你一个人不安全 行了 你都忙了一天了 也累了 回去休息吧 还有 明天你要换洗的衣服 我都放在你的床上了 江老师 你真的很好 就是 行了 赶紧回去休息吧 我也走了 风太大了 对不起啊 没事 我安 加油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起来了 吃早饭 早啊 怎么了 是见到鬼了 还是不愿意看见我 不是 你 你怎么那么早啊 你 你不累啊 不累 我现在不做班主任了 一天就上几堂课 怎么会累呢 倒是你每天早出晚归的 早餐很重要 行了 赶紧吃吧 坐 来来来 吃 坐下 建老师啊 不做班主任 就没那么辛苦了 是 以前我也做过班主任 碰到不懂事的 真把你气死 所以啊 每次生气都跟他们演的 要真东真格的 那还说得了 是 我们当老师的 就应该宽宏大量 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走的呀 你看我真是老了 我撑着撑着 就睡着了 没事 我等洪新回来就回去了 你以后不用等他 他那工作啊就是忙 每天晚上都那么忙 对 你妈说得对 你以后不用等我 反正童童不在家 你要愿意啊 以后就住他的房间 怎么了 滑 滑 你给我再来啊 怎么了 齐活啊 什么齐活 你还记得我拉的那个 线线婚恋交友网了 那不是我那里去了吗 现在被我的名下了 见过我 见过周杰就讨价还价 现在就开个奉托会 下周的活今天下单 听明白了吗 快快快 那还是有国际影响 是 来 他们来了 快来快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这位是千里相约 婚恋网的活动总监 薛红线女士 这个是破牌 我们创意部的ECD 这位是那个 这位是汤姆 我们熟人熟人熟人 熟人 那就好 来 大家坐 坐下说啊 您真叫那个薛红线 这个名字够流房百事的了 我爸 开了公司之后 改的名 花钱了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意思就是说 这就叫敬业 要不说您那网站做得那么好的 我跟你说啊 我们这个网站 真不是吹牛 在同行业当中 真的是名气最大 信誉最好 而且活动是最多的 我们啊 全国各地的会员都有 我们的配对成功率 也是最高的呀 当然了 收费也是最高的 您这个案子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 我们这个活动吧 针对的是钻石级会员 赫派 你是咱们的创意总监 一定得拿出套新的方案来 保证让薛总满意 是 我满意没有用啊 必须要我们的 VVVIP会员满意才行 是吧 对不起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所谓的VVVIP 他们得交多少钱呢 你看啊 现在人找对象谈恋爱 找的是谁啊 灵魂伴侣 他会让你直视内心的灵魂 对吗 所以我们这个会费 还是很便宜的嘛 才二十一万一千三百一十四年整 有脸有点儿 那是有寓意的 爱你一生一世 妙 扬起 慢点跑 妈妈 密卡阿姨 听说你最近学习特别好 阿姨奖励你 请你吃特好吃的冰淇淋 好 谢谢维卡阿姨 小缠毛 走吧 好 梅杨 嗯 跟你说个事 我在一家相亲网站上 办了个VIP会员 过两天他们有活动 说女会员可以带一个家属参加 你陪我一块儿去吧 相亲会啊 我可不去 我也不知道这种相亲会靠不靠谱 你看人准 就陪我去吧 给我当个参谋把把关 我这人大嘴嘴嘴的 我看着还准啊 你看我那前夫子 看成什么样了 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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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第一次相亲 我心里没谱啊 看你这人 行了行了 陪你去 永远最好的 这个方案你要亲自主持 为什么又要我亲自主持 那不是我的业务范畴 我是做广告创 我不管 我现在压力大 你要帮我分担那一千五百万的任务 你是不是傻 那个整体活动预算 对于你的一千五百万来说 也是杯水车薪呢 这个活动小 但人活动多 我要先把关系维系下去 别忘了 我现在帮你的对付江辉老师 被忘恩奉义 你说的都是搜主意好吗 这主意被你用搜了好吧 怪我喽 什么都怪我喽 一一 行行行行 要我帮你出主意是吗 下了班以后陪我加班 我不会 你再说一遍 来 我陪你 大手一咎不一样啊 那上面写的 每个会员奖励一辆宝马 不可能吧 这么多好 真的 你看 哪儿写的 你走对不对吧 这不就是 宝马 自行车 秀 自行车 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谁啊 更不要脸 给你玩呢啊 依我看 这个活动白做了 为什么 肯花二十多万 参量这个活动的人 会在乎那 一万多块的自行车吗 送什么礼物 并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 怎么样让这帮土豪开心呢 你就知道我收到挣之前 对不起啊 接着说 接着 你饿了吗 我 我饿了 吃饭吧 快收了 走啊 我不去 我得回家 你说完了我回家吃饭 我请客 有一出没一出的 我真 这叫请客 好意思 有的吃不错 你不就要我帮你想方案吗 其实你的方案我早就想好了 我早知道了 我就等着你狗腿吐象牙了 你看啊 他们不是给每一个会员有一万块钱 礼品的额度吗 咱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做文章啊 去提点 也别送什么自行车了 就买男士专用跟女士专用的礼品 通用的跟中性的都不行 为什么 你想啊 这两半活动的时候 可以现场抽奖 但是这个抽奖 抽到的不是给自己的 咱们可以比方说 用抛手球的方式 抛给一个你看中的异性 让他来帮你抽 然后呢在拍发奖品的时候呢 弄点抽奖 比方说你抽到的 就是给女性专用的礼品 那女生上来抽到的呢 就是给男士专用的这个奖品 那你想啊 你在现场看到一个漂亮的异性 你把手球抛给他了 然后你抽到的 又是女士专用的用品 那你是送给他呢 还是自己带回家呢 送给他呗 对啊 那现场气氛还不热闹吗 就跟闹闹房一样 这个方案有点意思 你还是真的很厉害 行了 我可以回家了 也没吃呢 不用了 那我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你不得听啊 这个方案我觉得很完美 我非常满足 再见 你这是现莫杀驴吗 你是驴吗 你不陪我了 我不是 我是 你找这个 再喝点吧 那我 得哥 得哥 妈 两点了 放我走吧 难得嘛 久风知己先背手 现在是话不投机 笨句多呀 再陪我聊个五块钱 你看你那样 你都没电了 你聊什么聊 你 你赶紧的吧 你现在再也不走 我回不了家了都 那么着急回家干吗 你老婆又不会跑 我就是 我就是害怕回家之后 又遇到江慧 特别烦 我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不就这假事吗 我拿出点绝活 我看来今天是受不了场了 我觉得你现在被 被这个爱呢 弄得跟关北洋反不成仇 由于爱和江老师 让他独守空房 要是我现在就回家 如果江老师就真的 给你在那儿开门 你就把他 收了 不行你就去关北洋那儿 把他收了 都不行 你现在把我收了吧 滚 谢谢大人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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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啦 吓我一跳啊你 嗯 怎么都晚了你还没睡啊 你不回来我能睡踏实吗 又喝多了吧 来 快叽叽酒吧 喝到没喝多 这让张工兴帮我耗他 就江老师把他逼得回不了家了 江老师 江老师又怎么逼他了 早上中午晚上都送饭 弄得跟他们家保姆似的 那张宏欣是不是特别感动啊 对 都感动死了都 你看 我就说嘛 要想抓住男人的心哪 那就得死期白日地对他好 我这主意出得不错吧 我就觉得这份不对 你说的主意 对呀 你怎么那么能帮盗忙 我怎么帮盗忙了 张工兴为什么跟江老师好啊 为了稳住他 不让他自杀 对呀 已经稳住了 下一步就是让他们俩 脱离这种关系 我现在正在帮他弄这个事了 你怎么回事你呀 丁长江啊 你说说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 命差十座庙 不悔一桩婚 你知道不知道 婚什么婚呀 那张工兴他不喜欢那江老师 这种事你怎么能强求呢 他看着他他就有生意反应啊 你站住 我跟你说话 我警告你啊 以后不许给张洪兴出馊主意 瞎搅合 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能让我去睡觉吗 但有时候都是哥们儿是吧 哥们儿像你求求 那你能不帮忙吗 好啊 哥们儿明天你就跟他过去吧 对吧 也不是说你 今天晚上睡沙发 关灯 都走不上去了 我关灯 来 你下午跟温莉莉说啊 那个活动我不去了啊 太累了 让我休息一下 别别别别 去啊 又不得嘴人 活动计划早就做完了 为什么还要这个部门主管参加啊 温莉莉也不是为了工作去的 那他为什么要去 满屋的单身土豪 他去赚会费去了 那我为什么要去 因为你也是单身 你可以去赚会费啊 那你为什么要去 因为我陪你去啊 我们去感受一下 梅兰竹菊 梅兰竹菊 你为什么要借我帮我使啊 你问我为什么 我就想杀人 我是想杀人 各位男女嘉宾 各位帅哥 美女 大家好 首先呢 本人请在表国网站 对所有男女嘉宾的到来 表示最最真诚的欢迎 欢迎你们 今天呢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是自由活动的一个环节 你们找到你们心仪的那一位 留电话 留名片的 留名片 稍等片刻呢 就是我们活动的高潮部分 摸彩 你们大家将获得我们网站 精心为你们提供的精美奖品 大家期不期待 期待 高不高兴 高兴 开不开心 开心 掌声在哪里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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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儿走走啊 去吧 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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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总 关小姐 陆总 您也来相亲啊 我也在这儿搬了证卡 怎么您也是 没有 没有 我陪朋友来的 要搬 相亲 小姐 您好 您好 小先生 谢谢 这种相亲可真没意思 我看跟商务就会差不多 一顿互相递名片 说的都是 以后有机会合作啊 你就没一个看上眼的 张三太风流 你死太傻了 别太胖 别太老 都不靠谱 我都跟你说了 这种东西就是不靠谱 还非要来 好 最近的各位帅哥美女 咱们的摸奖 它变得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帅哥们啊 到我的右手边这边来入座 请各位美女啊 到左手边这边来入座 真没意思 要不咱们走吧 来都来了 万一摸上奖呢 去坐会儿吧 行 那我先去趟洗手间 我这 身材太好了 胸牌你先替我贴着啊 万一回头摸奖摸到我呢 那你快点啊 马上回来 莫财皇席的位子 等一下呢有一个奖项 我来抽取号码 抽到号码的这位嘉宾呢 到台上来 但是啊 一定要再找一位异性 帮你来抽这个奖 你们玩得开心啊 好 莉莉 萧总 丁总 杨总 怎么样 活动还满意吗 非常满意 我们那些会员玩得都不亦乐乎 我们公司啊 特别注重 跟你的这次合作 这不 几个负责人都来了 这次真心谢谢你们啊 活动真的是非常地棒 对了 一会儿抽奖活动 马上就开始了 你们去凑凑热闹吧 好嘞 我们这也不是会员合适 当然合适了 别客气 拿着 这是抽奖牌 来 好 好嘞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每个人都能抽到大奖 快进去吧 来 谢谢 那我们一会儿见 客气 尊敬各位女士 各位来宾 咱们的抽奖环节 现在正式开始 等一下呢 我找到一个奖箱 从里面抽取一个号码 中奖的朋友 请马上到舞台上来 但是啊 奖品不能马上给你 我们要找到一位异性 来帮你抽取奖品 这个异性怎么找呢 我们就用抛花球的形式 等一下呢 男嘉宾往女嘉宾那边扔 女嘉宾呢 往男嘉宾那边扔 拿到花球的朋友 请到舞台上来 帮助对方来抽取这个奖 都听明白了没有 咱们这个有没有意思啊 有 好不好玩啊 有 抓奖环节现在正式开始 请 轩总 张总 你怎么出来了 没有 我就四处看看 我刚刚看了一下 旁边那个宣传海报 也是老丁他们出的吗 对啊 喂 维卡 真巧啊 我们认识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华盛国际品牌 推广公司的陆明 关美杨小姐 就是在替我跟您谈合情 陆总 您好 您好 您也是来参加这个 是吧 是 我是他们会员 真巧 刚才里面人多 我没有看到您来 幸亏我出来透透气 是 我先走了 有机会咱们再聊 好 再见 陆总 好 长时间欢松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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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呢 我们再次收出我们的幸运奖 来看下一位 中奖的朋友是谁 谁 谁 十六号女嘉宾 哪位 十六号女嘉宾是哪位 来 中奖 好像是你啊 你是十六号 哪位哪位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那位美女 来 掌声 恭喜 恭喜 送了我们的幸运大奖 来 美女 抬上来 抬上来 好 我是替朋友来的 她去洗手间了 你再等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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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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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行了 不要紧 来来 掌声 恭喜她一块 太羞了啊 来来来 不要紧 不要紧 来来 没关系 没关系 来吧 来吧 那我们接下来呢 要用这个抛秀球的形式啊 看看哪位帅哥 能帮助我们这位美女 来抽取这个幸运大奖 好不好 来 美女 来 不是 她去洗手间 马上回来 你们稍等一下 不要紧 我们这个规定啊 是可以戴亲朋好友 一起来的 既然来了就是一家人 来来来来 来 过去 来 抛秀球 来吧 来 掌声鼓励 鼓励 掌声鼓励 鼓励 不好意思 来来来来 好 来 没关系 长得那么漂亮对不对 又是单身 来 没关系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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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代替他跑 好吧 没事 来来来 好好好 来 我代替他跑 好好好 行 来 准备好 来 三 二 一 绣球组 我的妈呀 这位帅哥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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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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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不是 不是 不是我 我是来凑设的 那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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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没 没 没 那个谁 那个谁 这 这儿那个谁 那个谁啊 别害羞 别害羞啊 来来来 不是 他这个 他出去了 我 我叫他 我叫你等会啊 你 你 你 这都是缘分啊 帅哥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啊 我等你啊 我等你 他们给我出了三百 然后我们选了一百 就 就这百 我们觉得非常符合我们公司 怎么样 好 快 快 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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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一会儿聊啊 赶紧 中筷了 中筷了 什么呀 这男嘉宾回来了啊 掌声送给他 掌声送给他 什么叫 给我的行 鼓励 鼓励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位帅哥 上来帮我们这名女嘉宾 来抽取大奖 好不好 掌声 好 好 掌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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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能抽到什么奖品啊 看看手气怎么样 来吧 好 看一下 电动剃须刀一步 恭喜 恭喜 谢谢 不过这位美女啊 既然你来到我们这个聚会 肯定也是单身 那这剃须刀你是用不上了 这帅 帅哥这么帅 要不要把这个剃须刀送给他呀 我为什么要送给他啊 我不愿意 不送也行 也行 你们有没有查会员资格 这个人有女朋友 他凭什么来参加相亲会啊 你这么说有意思吗 怎么样有意思 你吃着锅里的站着玩的 这叫有意思吗 我今天来是因为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我愿意 你管得着吗 二位息怒啊 今天这是相亲会 这 这不是法庭 咱不能算这个家伙 息 息怒啊 美女 这个我们 你跟着我干吗 那门没开 在这边 咱们继续抽奖啊 继续抽奖 咱们继续抽奖 那咱们继续抽奖 我还问一下 刚才看没看见 有一个男的 有点着急的 往外出 闻着冰冰的 这么够 好好好 行行行 我自己找上 维卡 汤吗 真是你啊 你这 来来 相亲的 对啊 我是来相亲的 怎么不行啊 行行行 当然行 汤姆 你不是结婚了吗 你也来相亲啊 是 不是 这 这 这是咱们公司 承办的业务 我 我拉来的 这是咱们公司办的 办挺好的 谢谢 那个 那个 您是等人 我等朋友呢 还没出来 那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 我还那一会儿去看看 回头再见 回头联系啊 再见 再见 维卡 你去哪儿了 对不起啊 亲爱的 我临时点事 我先走了 走了 没事 酒厂饿病好了是吧 你没事吧 帮我取消 维克 你还没走啊 我 我这就走 我在想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 喝杯咖啡 你现在就想和我谈工作吗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不是谈工作 那你是谈什么 我们既然在这样的场合见面了 而且之前又有一些渊源 我在想我们不妨彼此互相了解一下 当然不管我们的关系发展成什么样 这对我们都没有坏处吧 你这邀请有点太突然了 我 我实在是没有心理准备 也没那么难下决定吧 我们既然花了那么多钱 到了能收获的时候 总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嘛 不是吗 那好吧 我实在是没有 我的车就在外面 请 给你 请进 问你个事 那个 这次我们活动合作的印刷厂 还是韩正党的对吗 是啊 怎么了 那你是不是该考虑换一个合作伙伴 为什么呀 你没注意到活动现场的印刷品 质量都很低吗 肯定是投赶紧料的 真 这 这个事呢 不能全怪韩厂长 也 也 也怪我 为什么 他之前呢 给我报了一个新价 说这个 值加上账啊 成本增加 但我觉得 考虑公司的利益我没同意 他可能就为了保证自己那块嘛 就用了列治之章了吧 你们这都不是正经做生意的方式啊 咱们公司借的都是高端客户 看中的都是活动效果 怎么不可能介意那一点点成本上涨呢 有多少钱就报多少钱呗 还有啊 你要跟那个韩厂长说 叫他不要因为那一点点利益 就把口碑给做砸了 影响失大 划不来吧 明白 明白 那个 你放心啊 我一定严格贯彻你说的话 纸的事我来定 绝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 这老韩呢 这个人确实太不容易了 我一直也想 在过去也没出过这种问题啊 做生意吧 做熟不做生 好 莉莉 那个 今天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奥利贵也会去 所以现场有一点 你说了 人生总有意外嘛 没关系 谢谢啊 来 来 来 张冯兴 莉莉姐 怎么了这是 今天的活动又被这个 泼派和奥利河给搅拂了 奥利河 他怎么去了 我哪知道啊 这个张冯兴简直是我的克星啊 我看也是 莉莉姐 这次你别忍了 你都忍他多少次了 不行 我的任期马上就到了 这个时候不能出任何乱子 等我正式坐上这个位置 看我怎么治他 那今天这事情网站怎么说 要不要我去做些工作 目前为止 网站那边还没说什么 以后公司再有任何活动 禁止张红兴出现在现场 放这儿 妈 回来啦 今天很早啊 来 吃饭 我叫江老师啊 做了红烧鱼 张红兴 你快尝尝 看味道怎么样 对不起 你们吃吧 我不饿 你是累了吗 你看看他 平时啊忙得不着家 好不容易回来早了 他又不吃了 那个 林老师 我进去看看他 你这儿怎么了 没事 就是有点累 那我帮你把饭端进来 不用 不用 你吃吧 我不饿 就算遇到再大的反心事 饭总得吃吧 这样 身子会垮的 谢谢 我真的不饿 那我给你端进来 我能不能静一静 你不想听我讲话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样子吧 我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 我请你吃饭 真的 好啊 您好 请问您要有什么甜点 有什么推荐的 这一种甜点是我们餐厅的特色 特意为恋人推荐的 那就这就吧 麻烦您请那个亲手过来一下 好的 先生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为你效劳的 是这样 请问你会拉卡农吗 好的 没有问题 谢谢 今天怎么了 就是想请你吃一顿 比较精致的晚餐 好 你们有没有查会员资格 这个人有女朋友 他凭什么要参加相亲会啊 你吃着锅里头站着玩着 这叫有意思吗 我今天真是很开心 谢谢 要不你先尝尝 我想去一下洗手间 这么晚呗 还给谁打电话呀 这红星为什么关机了呢 来来来 谢谢 不是 我说你们俩 上了天的班了 这 这刚分开没多久 这又打电话 你真是倾向有问题了 我给您说吧 不是 今天那活动现场 关北洋突然出现了 好像俩人一言不合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谁赢了 你赢了 你吓死我了你 你怎么那么好事啊 人家没动手是吵架 就是说话有点伤人 你看 我说什么来着 这就是天意 让他们俩呀 你一见面就掐 这张红星 我跟你说吧 就踏踏实实地 跟那个姜老师处吧 也是 其实姜老师真的挺靠谱的 但是他就是看不上他 跟关北洋吧 俩人还老碰上 真是天生的一对 你是不是又想睡沙发了 我 你们这些男人哪 就是属虑的 赶着不走 打着倒退 这好吃好喝伺候着吧 还这不满意 那不满足 不 我看就不能给你们好脸 好 真是 没我们男人 你们不都成女光棍了 女光棍更好 我还告诉你 丁长江 我早就伺候够你了 真是 说说着别人的事 怎么影响咱们家的安定团结呢 牛奶喝了 你穿休闲装都很好看啊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啊 只要肯花心思 还有什么事办不到的呢 陆总 上回我好像跟你说过 最近我不想谈工作 我也不是找你谈工作 是因为上次跟你一起聊天 聊得非常开心 我是想再请你吃顿便饭 你可别拒绝我 行 那我去换件衣服 不用了 不用了 你现在这样已经非常好看 特别漂亮 那走吧 走 咱们今天在这儿吃饭啊 这都是我的酒 喝起来方便 都是你的酒 你想喝哪一款 今天不是吃顿便饭吗 这样才能表达我对你的诚意啊 陆总 你实在是太客气了 维卡 从一开始 我就非常敬重你的才华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有想法 特别有主见的女人 那自从上次 在相亲会相遇之后 我对你又多了一层 其他的好感 我这个人有点笨嘴捉舌的 我可能没有表达清楚 我的意思是说 既然我们相遇了 就说明上天早有安排 那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轨迹 发展起来 陆总 陆总 看来你对我已经很了解了 可是我对你还是一无所知呢 你需要我提供一份简历吗 可以啊 还是你问我吧 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出生在澳洲是吗 不是 我出生在滨州 上学在德州 我现在我父母住在长岛 这么说你是美国人 不是 我是山东人 陆总 你可真幽默 叫我陆明好了 好 陆明 谢谢你请我喝酒 您能赏光是我的荣幸 谢谢嫂子 真好喝啊 真好喝啊 真好喝 真棒啊 喜欢喝得多喝一点 还有呢 嫂子 你这汤包都太好了 有时间也教教我呗 你们哪有这时间呀 熬汤可花功夫了 你们要喜欢我捞给你们熬 嫂子给我来点 再给我来点 嫂子 这是干什么呢 我怕那个女朋友在给她们分汤吧 分汤 这是搞的哪一出啊这是 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创意部啊 跟福利院似的 她那个新女朋友 隔三差五地就来给她们送午饭 你看她们一颗颗 嫂子长 嫂子短 嘴个抹了蜜似的 嫂子不包人长得漂亮 汤包得也好喝 对啊 就是 就你嘴甜 来来 再给你一点 谢谢嫂子 这个破坏业绩没整出来 女朋友换得倒挺勤快的 是啊 你说她把别人家弄得这么乌烟瘴气的 像什么样子 谁能娶个嫂子呀 那可是天大夫妻 是 你呀 多喝一点 越喝越漂亮 谢谢咋回来 就能找到男朋友了 李琦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跟我就有什么说什么 你看啊 从你上任以来 这个抛败销杂成什么样子了 你也不管不管 人家秀恩爱我管得着吗 那你可以宣布纪律 现在人怎么不许进工作区域啊 使用强权就是示弱的表现 再说了 那样能服众吗 那你就任由她这么放肆 是不能放任她了 得想个招敲打敲打她 Cindy 你好 Oliver 自然界的尾款到了 请您来公司签字领取 你们公司那个会计 她那儿有我的账号 你们让她直接打给我就行了 我们公司换领导了 财务制度也有些改变 您得当面前手 那行 那我过去一下吧 那请您下午四点钟 来公司一趟 好 好 谢谢 莉莉姐 你安排的事情 我已经跟Oliver约好了 好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Oliver一到 你就去财务客去 好的 我知道了 莉莉姐 你叫Oliver来干吗 破败跟Oliver之前的关系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破败的那个现任女 又不是总来公司吗 Oliver我一到 我就让她等在前台 这见证得多尴尬呀 敲打敲打 下班了 下班了 好 下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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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玩玩堂真赞 是吗 那明天再给你做 好 谢谢老大 拜拜 拜拜 老大 再见 嫂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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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Oliver 让你等久了 你签一下这个吧 好 现金啊 对 财务不说这样 比较好清算一点 好 你点一下吧 不用了都没开工 肯定不会错的 好 行 那我先回去忙了 谢谢啊 你们那个创意是很好的 但是呢 就是除了恒向之外 张鑫 今天那么早下班啊 你来了 嫂子又来姐 大哥 辛苦了 先走了 好 再见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上 你找你呢 怕打扰你了 不用 那下班我们去哪里啊 去你的 下班了 美洋 姐姐 你 pharmacy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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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